3,2,1,请起到 台南大阪首航顺利成功 台南大阪第一条定期航班 在十月二百,顺利去背 台南市長六千柱 和花旁順順順順順順 以及多位貴賓 共同出席修航記者會 客航義席 除了反應大型修航班級 來台南的日本路客以外 月市長也搭乘背翁大半的修航班級 既正力輸性的一批 這是台南基長在香港武漢開通後 第三條國際電機航班 為台南再開啟一條背後世界的航空 因為我們台南首航日本大阪 剛剛飛機已經降落了 總共帶有120名的日本的觀光客 還有台灣本國的民眾 我們待會就要首航搭機到大阪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流 可以讓台南市的觀光產業更加的蓬勃發展 也可以讓台南市更成為一個國際的都市 同時帶動雲林跟嘉義與外界接觸也有莫大的幫助 尤其是在登革熱之後 我們首航日本大阪 同時韓國的樂天一軍也來到台南做一地訓練 55個球員總共要住一個月 我相信對未來台南的發展一定都有很大的幫助 感謝大家的支持 - 打聞走 - anywhere 他們明明都會乾抖 - 都會不是 Cristo的 - 香港針麻 ñ 所以想說 - 人好 Babe 正確的 - 都是市民的 相信台南大半航線 對台灣和日本兩個國家之間民眾的交流 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看行順當事長對台南大半航線真有信心 也希望就由台南收航大半 帶動台灣和日本新流遊的市場 那麼對日本來講呢 台南文化資源觀光資源那麼豐富 所以這條航線我們就是絕對是有信心 那麼今天這班飛機是全版的進來 裡面大概有120個是日本的觀光客 那麼我們在經過這個半年多 由於市政府跟我們大力的配合 我們做了很多的推廣 我們相信將來每一班飛機 起碼有六七十個日本客人 會搭這班飛機到台南來 那麼只要我們持之以恆 那麼市長剛剛有些話沒有講出來 但是我知道我們要更努力 要飛更多的班次 要飛更多的航點 謝謝大家 台灣是日本在國際上關閉上密切的國家 當時在台灣22的社區當中 熟台南市跟日本的永遠最親 所以這條航線開票之後 讓台南市跟日本關西的恩來 更加便捷 這條航線可以讓台南市 真正是一個國際上社區的願望 又再向前賣進一步 今天首航日本的觀光客已經到了 是滿機的 除了台灣或是本市的市民以外 一共有120個日本的民眾 從大阪搭機到台南市 那我剛剛已經接機了 那接下去呢 我們就要飛大阪 等於是完成一個首航的典禮 那這樣的話等於是開啟了台南市 跟日本直接交流的機會 對台南市出入日本關係 或是讓台南市的觀光產業的發展 都有莫大的幫助 那台南跟京都很像 台南也是台灣的代表性的城市 這條航線呢 也可以提供日本的朋友 要來台灣旅遊 要來了解台灣 可以不必像以往一樣 只到台北 或者是必須經由台北才來到南部 那現在可以直接來到台南 台灣最有代表性的城市 我相信對於台灣跟日本 兩個國家之間 民眾的交流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台南大阪時好 讚